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 大人之学 你想成为大人 在清明 你要对人好 你要对老百姓好 你是当官的 你要对百姓好 你是个普通人 你要对所有你认识的人 都像亲人一样 在明明德 第一个明 是自己先明 先明什么呢 先明 明道理啊 你得知道什么是道啊 来 第二个明是什么明呢 你要把道理活出来 以身是道 告诉天下所有人 道是什么样子的 君子是什么样子的 做人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最大的德行 你们不都想要德吗 什么叫德 明明就有德 在止于至善 知道什么叫至善吗 至善就是有一个人 啪 投了你一刀 你被人伤害的 遍体力伤 归来时生是少年 叫永远保持那一颗 赤子之心 王阳明有四颗心 周老师有三颗心 道声一 一声二 二声三 三声万物 写赤子之心 此心不变 此生大业必成 有这颗赤子之心 你就不会偏离道 什么叫赤子之心 就是世界略我千百遍 我待世界如初恋 就是这种感觉 我可以不做这个行业 因为行业做到这个层级 你就是重视之地 因为木秀 云林封闭摧止 但是有些事 总得有人来做 我被网爆了 我跟我公司 媒体公关部这么说的 能不能够把这个网爆事件 把所有被网爆致死的事件 写一篇文章 然后告诉大家 你的一个评论 就有可能害死一个人 你的一句话 有可能拯救一个人 你的一句话 可能会害死一个人 你知道吗 就像最近正在演的一部电影 叫保你平安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在座各位 真的 你无法想象 那个造谣者 只是为了九块九 九块九 就可以造一个人的谣 只因为九块九 你知道我看完那部电影 我哭得令人满面 我跟我的媒体部说 我们能不能够 写更多的文章 我们上主流媒体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 澄清我们自己 告诉大家 停止网爆 你的一个评论 就有可能害死一个人 你知道我的那个同事啊 因为他们天天 在帮我处理这些事 我讲到这的时候 他们惊呆了 你现在正在被网爆 你知道吗 他们网爆你 你还想如何唤醒他们 如何帮助他们 我说对啊 你不疼吗 我说我疼啊 我不想让更多人疼 不管这个社会怎么看我 不管我继续前行 要遇到多大的困难跟挫折 我都会往前走 我都会永远保持 这颗赤子之心 此心不变 此生大业必成 那个赤子之心 就是道的本质 你知道吗 周老师的赤子之心 就是杨明先生的 此心光明 杨明先生死的时候 告诉他的弟子说 我不上战场了 我要走了 我回家了 那您得向朝廷 这个写一封函 得皇帝陛下亲自批准 王杨明说不用了 等不及了 我知道我的大县将至 走吧 没事 皇帝写封书 后面再写 然后没有走到家 就死了 死之前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死以后 不允许白布遮面 就你们都知道 咱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 人死以后 拿白布把脸盖上 众弟子大祸不解呀 就最后一句 死心光明 义父何言 就你能保持这个光明之心 走了以后 众弟子大祸不解 但是师父说了 那遗言呀 不允许白布遮面呀 然后大弟子来了以后 就给师父提了个腕帘 师父为什么不允许白布遮面 咱为啥老祖宗 传下了一个规矩 叫白布遮面 因为你一定做过一些事 对不起天 对不起地 中间对不起百姓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愧对老天爷 所以你要白布遮面 咱师父为啥不白布遮面 这个腕帘是这么写的 自信平生无愧事 死后方改 对亲天 所以 这就是君子 这就是圣贤 这就是道的本来面目 刚才让你们做决定 你们做决定了吗 做了个什么决定啊 从此还做小人吗 要不要从今天起 给自己做个决定啊 那就做了决定 从今天起 不管是所思所言所行动 就是不再做小人 要做君子的 大家举个手 因为当你做君子以后 你的言行一致就和道合了 就老天爷就来成就你了 是还是不是啊 你的结果就会越来越好 对还是不对啊 那我想问你 你得搞清楚 什么是君子 什么是小人吧 所以 你们如果翻开论语 有没有发现 半本论语都在讲 何为君子 何为小人啊 就是孔子没有直接说 而是跟你用打比方 对比法 让你自己去体验 什么叫君子 什么叫小人 比如说 君子坦荡荡 小人 长期期 比如说 本利 而道生 第二句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什么叫君子物本 那个物本的本 是什么本的本 就是自己的道心 就是自己的那颗赤子之心 守住那颗心 道自然就生了 道生一生二生三 三生万物 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君子永远不会找别人的原因 我不是说我上了这个老师的课 我不落地 我要找这个老师的麻烦 跟老师有什么关系 老师如果没落地 老师能成功吗 老师落地了 是因为他行动了 不落地 是因为你没行动吗 你没用吗 你用了 你也落地 谁用谁落地 来告诉我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咱们今天说 我来 你们来干嘛来了 来干嘛来了 我来学习来了 来我问你个问题 孔子那个时代 如果有学生说 老师我来学习来了 马上升起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的塔底 两个字写上两个字叫学习 什么叫学习 请你讲课呗 你听一下我记一下 然后结束了 这叫学习 我时候说 我来干嘛来了 比学习高一个维度的 写上 修行 你来干嘛来了 我来跟随师父 修行来了 来这个各位 学习就是 我讲你记笔记结束了 来什么叫修行 修行两个字 一个是修 一个是行 来写上 何为修 来一提到修 咱想到了啥 修理 修正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呢 就反正就是 肯定是修自己嘛 向内求嘛 改变自己嘛 学习 他是为了改变自己 能不能听懂 何为行 对了 就是行动啊 就是去做呀 不是君子者不渡 救不了 不是孝子不渡 等一下再跟你讲 为啥不是孝子不渡 来第三句 不是行 子不渡 就是你不行动啊 你不行动 我讲了课再好 你不去行动 那就等于零 地球的唯一语言 就是行动 来继续 那比这个界 再高一点好不好 要不要再高一点 修炼 你看这个境界 修炼 就因为老师讲了一句话 让他不开心了 不学了 走了 我问你 如果孙悟空 当年就因为菩提老祖 没教的真本领就走了 他能变成起天大圣吗 如果他在上课打课 所以老师在他后脑上 敲了三下 孙悟空 来孙悟空是怎么样 打了他 他就开始反思 那我要认真学习 而且我没有机会 我创造机会 老师是不是想晚上三点 传我真本领 能不能听懂 这个各位 来 什么叫修炼 修展解释过了 什么叫练 把你放到火里考 那个孙悟空之所以 火眼金睛 那才为生活练出来的 能不能听懂 这个各位 你们告诉我 现在的这个学生之间 跟老师的关系 有没有发现改变了 想一想 咱小时候上学 是老师怎么对家来的 你怎么学 老师怎么敢教 长这么大 多少年 没有跟你提过建议了 是你完美了 是没人敢提 好不容易你败师了 老师看到你的缺点 想跟你提一下 有一个人 他稍微开悟了 这么一丢丢 但是他总是还没有全开 然后呢 他总是讲禅的时候 总是模仿老师 复制老师的课件 然后呢 这个老师就觉得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 是不是已经很夸张了 在近代 咱说个近代的 你们刚才说的那些 古代的太遥远了 我也说个近代的 台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禅师 叫广青大和尚 那绝对是得道之人 他是怎么磨练 他弟子新兴的 他是这么磨练的 就是今天修寺院 然后呢 他的那个弟子 几个弟子在修寺院 这个修得很认真 突然 他就把他的那个弟子 就叫到他的佛堂了 有很多的 刚好有俗家弟子 过来去拜访这个大和尚 然后他那个弟子 正在修呢 没办法 衣服也没换 就去了 老师叫啊 赶快就去了 去了以后 大和尚就说 你看到没有 穿着这么脏乱差的衣服 浑身是你 你们知道他想干嘛吗 他在炫耀 他在炫耀 你看他为寺院付出了多少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他的一个弟子 马上就 就就就就就 就给师父磕头 把师父弟子错了 然后大和尚马上说了 你这么多俗家的 这个师祖在这里 你跪在这 你不是在责别人的 你不是在责别人的寿吗 然后他的弟子 马上就站起来 站起来 师父来了一句 你站得都比师父高 你目中无人 他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来 第二件小事 当大家在忙着 修寺院的时候 很累很辛苦 在最累最辛苦的时候 突然他把弟子叫过来 把一把图钉 分好的图钉 有蓝色的 有绿色的 有红色的 把它倒到一个盒子里 把地上一撒 来 把它给我捡起来 分好类 你知道如果是普通人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 你就火了吧 那弟子们也火了 我正在忙工期呢 师父怎么这样做呢 工期重要吗 你来到这里当和尚 是为了修工 当农民工吗 当农民工 你去工地就行了 你在这干啥 让你修寺院 是在磨练你的心性 让你捡图钉 还是在磨练你的心智 这叫修炼 赶快捡好 来 还要更狠的 早上做功课 大和尚专挑 做功课 做得最认真 最好的 唯一头盖脸 骂一顿 当你这个时候 眼泪掉下来的时候 大和尚就来了一句 你看 说明心性磨练的 还不够我 说你两句就哭了 你还在我像啊 你连我职都还没有修走啊 来 谁敢修炼你 来 你告诉我 谁敢谁敢练你